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将为大家带来的议题是移动云REVMQ消失队列在OpenStack超大规模应用中的实践 我叫胡宗棠 那下面在开始本次分享之前 我先来做个作简介绍吧 我目前是在中国移动云能中心工作 目前是主要从事的是移动云上三款消失队列 RocketMQ、MQTT和REVMQ的一个架构设计、技术研发 和后续三款消失队列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演进和规划 同时我又是Apache RocketMQ社区的Committer 在Sovage Rocket和Necos社区也贡献过一些PR 同时也是另外两个社区的Committer 我对其他的一些中间件包括像API网关分布式事务 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所以后续如果是对其他的一些中间件有一些感兴趣和交流的同学 也欢迎线下来和我进行一个交流 那下面就开始本次议题分享了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然后来带向大家去介绍本次的一个议题分享 第一部分的话首先是会跟大家去简单说一下本次议题的一个背景吧 主要是OpenSpec使用开源RocketMQ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和挑战 第二部分的话是移动云RocketMQ消失对它本身的一些重磅的一个特性 我会基于这一块对它进行一个解读和一个介绍 然后第三块的话主要是会给大家去简要介绍一下 咱们移动云自研的RocketMQ消失对列 它本身的一些设计架构原理和相关的一些时间内容 第四部分的话就是移动云自研RocketMQ消失对列本身的一个技术演进 与后续的一个规划及展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说到这里面的话其实很多同学都会比较好奇疑惑 就是因为本身像开源的OpenStack 它本身就是可以去对接开源的RocketMQ对吧 那我们这边又何必就是移动云这边又何必去重复去造这样子一个轮子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说来话 里面其实也会存在很多的一些就是故事背景和一些和和一些小故事 总体来说的话可以简单概括为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是OpenStack它本身生产环境使用那个RocketMQ的开源版本的话 因为是没有做过深度的一些定制化的优化和开发 且开源的版本迭代较快 由于它本身就是也是是有用Alang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言和技术战 所以它的很多技术细节其实是不能完全被我们所去掌握 这样子就带来的问题是 如果是生产环境一旦出现了一些故障 那么问题定位和排查起来的话会非常困难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只能是通过一些包括像版本升级 或者是通过服务器的一些扩容的手段 包括像就是重新重新restart的这样子一些重启的一些操作 然后来规避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同时它的版本开源的RefMQ的它的版本又发布的非常快 然后跨大版本之间的升级是需要进行大量的一个接入性的一个测试 这样子的话就是也会导致就是要升级一个版本的话 那其实需要对其进行很大的一个评估 然后接入性测试以及会导致升级版本所带来的一个开销的一个静默成本会比较大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开源的RefMQ它本身在就是一些对于故障的一些浓忍性和一些敏感性方面 包括一些像消息的一些堆积 然后以及是应对向对称和非对称的一些网络分区 包括像弹性扩容 还有一些可观测性和故障治愈等能力 其实都会存在就是较大的一些问题 就是也是需要通过运维等方式来规避这些问题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开源RefMQ它对网络的这样子一个要求网络流量会比较敏感 尤其是对刚刚我说的网络的分区 其实它的容忍度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在非对称网络分区和对称网络分区的情况下 它的会引起就是一系列的故障 就比如说在服务器网络出现抖动和丢包 包括自己的一个内存 包括有集群有部分节点的内存出现不足的情况下 那么它是非常容易去触发它本身的就是去触发它的一个就是脑裂 然后因为RefMQ本身是节点是出现脑裂 没有办法像正常向外起工服务 那也会间接的去导致我们这边的OpenStack的一个集群是不可用 而且是同时是在OpenStack在超大规模的情况下 那么怎么才算超大规模 我这里也是初步预计了一个词 就是在OpenStack它里面有计算节点和控制节点 然后像计算节点是主要是可以来提供一些向外提供一些计算的一些服务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像创建许知码的吧这样子一些计算节点在超过这个1000个节点数量的时候 开源RefMQ单只或者是三节点的这个集群 它的连接数是有一个上限 然后当就是计算节点量就是大起来 就是它的规模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开源的RefMQ是没有办法去承载这样子OpenStack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正常运行 然后第三方面的话就是RefMQ它本身有一个叫做Management UI的一个页面 如果是把这个东西给开起来的话 它本身也会占用它服务器的一些CPU和memory的一些资源 然后会导致开源RefMQ在一些业务流量或者说连接数非常高的情况下会出现网络分区 甚至是会出现整个一个RefMQ一个进程的一个crush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在开源RefMQ出现网络分区的时候 通常没有办法通过就是故障自语和故障自恢复的方式来恢复这个故障 而需要用为SI去介入去恢复这样子的一个集群 好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移动云RefMQ 它本身的一些消息对类的一些功能介绍 从这个架构图架构框图中的左边部分 其实是简单是描述了一下RefMQ 它本身所需要具有的一些管控的一些能力 那么我们移动云RefMQ 它本身也是可以提供消息查询消息从事 行对列监控高警资源报表和向外提供一些开放能力的一些API 然后供移动云端的业务用户 然后对其进行就是管控类的一些操作 在协议支持部分的话 目前我们主要支持的是AMQP0-9-1的一个协议 那么后续我们在我们的规划中也会后续去支持AMQP1-0-0的这样子一个协议 去可以去适配更多的一些业务应用的一些场景 在规格和一个机费方面的话 我们主要是支持三种规格机费 一种就是安量的一个机费 就是用户去消息收发用多少算多少量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包月的一个就是资源包 第三个如果是对前两个就是如果是不能满足需求 比如说如果是客户对WebMQ的一个集群 需要有一个独享的这样子一个需求的话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提供一个独享实力 然后供其进行一个访问和使用 在就是资源支持方面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是天然支持开源WebMQ里面的一些资源 包括像QuiExchange和Behost 在高级特性里面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有丰富的一个仪表大盘 然后可以去支持用户他所需要的一些可观测性能力方面的一些需求 然后在多维视图里面的话 也有也是可以通过这个Dashboard的一个大盘去进行一个观测 而至于消息轨消息轨的话 也是我们今年下半年要只将要推出的一项重磅的一个功能点 然后像消息类型里面的话我们也是支持丰富的一个消息类型 包括像顺序定时延迟 后续在明年上半年应该是一季度吧 我们也会陆续去推出四五消息这样子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特性 那么将来的话第三部分我就是给大家简单是描述一下 就是移动云自研RevMQ它本身的一个架构设计格本和它的一些应用实践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 我们在这个设计自研的RevMQ的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可以去复用现有的一些开源消息中间件 甚至是一些开源消息存储组件的这样子一些能力 进而加大和提升研发效率和加快去推向移动云生产时间的时候 我们移动云RevMQ其实是选择了就是APACPASA作为消息的一个存储 因为APACPASA的话它本身是支持了像一些就是共享和排他对列模型 以及是它本身是比较适合一些流数据存储流数据引擎 所以的话它比较能够去可以去天然支持AMQP它协议里面的一些 就是特有的一些场景和原数据的一个模型 所以它而且它本身也是是具备原生的一个架构的一个特点 就是所谓的一个计算存储分离的一个架构 那所以鉴于刚刚说的几点 我们就选择了APACPASA作为我们本身自研 RevMQ它的一个消息存储的一个组件 在这里的话就是因为AMQP它本身的一个原数据的一个模型 和PASA本身的一个原数据的模型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就是主要是是做了一个模型的一个映射 主要是是PASA在租户层面其实是可以是分为tenant和namespace的这样子两层结构 而AMQP在原数据方面的话它只有vhost的 因此我们是需要将这个tenant和namespace这样子两层结构 是和AMQP协议里面的这样子vhost的进行一个映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是通过设置就是PASA的它的一个tenant 然后将其默认设置成public值 然后将namespace和vhost然后去实现这样子的一个模型方面的一些映射 然后至于第二点的话就是PASA中它的一个topic和和我们的这个AMQP协议中的一个queue的这样子一个模型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一一对应起来 它这两块其实都是是用于消息存储的一个地方 因此是两块是可以相互去进行一个就是映射的 这一部分的话就是简单了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自研reviewMQ它的一个消息收发的一个流程 这里因为鉴于时间原因我也就是主要说话了下就是一个架构图 就是客户端通过比如说开人的一个reviewMQ 然后它向服务端发送消息的话 首先是会经过exchange的一个路由 消息路由到相应的queue中之后 然后它每一个queue都会有一个passer的一个producer 然后去进行一个就是实力的一个维护 然后然后就会去这个producer就会将消息 然后发送到对应的一个passer的一个这个topic中 然后而消息的一个就是而这个消息的一个消费流程的话 就是主要是根据amqp的一个规定消消费者会共享这样子一个消费的一个进度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amqp的一个消息收发呃订阅的一个流程的话 和passer里面的一个share description的一个就是共享消消消费的一个模式会比较相同 因此我们就可以复用passer它原有的一个share description的这样子一个消息的一个消费的模型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这里面也是把移动云vevmq和开源vevmq是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对比啊 呃第一部分的话主要也是从功能的一个特性方面来说呃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客户端sdk的一个支持 然后两边的话其实都其实是可以支持开源的开源的一个sdk 然后像我们移动云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支持呃除了像java以外的其他的包括像cpp.net phppython这样子的更加丰富的一些sdk 而像定时延期消息的话我们移动云vevmq是可以精确到一个秒级 并且可以兼容插件像呃 xdelaymessage的和ttr这样子两种使用方式 而像开源vevmq的话它只能是通过插件和消息存活时间过期转移的一个方式来实现 然后在消息重置机制方面的话我们可以我们移动云消息队列是可以去消费就是超过一定时间为小应去重头地 而vmq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重置的一个消费 这样子带来的一个一个问题的话就会导致它消息会进行一个大量的一个堆积到内存里面 进而就会去导致消息服务的一个当机 然后在可观测性方面的话我们本身就是是指标丰富可以维度可以精确到vhost exchange和queen 可以帮助开发者去快速和定发现和定位问题 而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可以基于promi休斯和brockner然后去实现指标的一个采集和一个展示 做到开箱只用开发成本较低 然后像开源vevmq的话主要是可以通过measurement UI去获取丰富的一个指标 但是需要自建指标存储及展示系统 且在业务流量tps峰值较高的时候会给开源vevmq它本身造成一个当机的一个影响 然后在可观测性方面的话 这个消息轨迹的话这块我们已经是内部在研发了 然后预计也是第四季度可以发布一个版本 然后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提供 提供就是轨迹方面的一个白平化的一个展示 可以展示消息的一个完整的一个 从发送到消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 而像开源的vevmq的话 它本身消息轨迹是以文本的一个形式 是存在于它的一个服务机上的查询和定位的话 都会带来一个效率比较低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我定性方面的话 这边也是分别是从海量消息堆积弹性能力 入入可用性数据可靠性和选择系统来分别去对比的 从海量堆积方面的话 因为我们是采用passa 然后pass后面也是又是用了就是bootkeeper 然后做它的一个消息存储的一个引擎的话 它本身是可以支持海量的一个消息堆积 而像开源vevmq在抗消息堆积能力的这一块的话比较差 然后也容易引发就是内存问题而导致当机 然后在弹性能力方面的话 就是也刚刚提到了像我们会有一些重新投递的这样子一个能力 而像revmq方面的话 它更多的只能通过扩容服务器本身的一个规格 然后来作为它这个基础的一个弹性能力 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不够弹性 服务可用性方面的话 因为我们是采用移动云revmq是采用一个分布式的一个高轨用架构 然后可以支持多跨ed和多ed的这样子的一个高轨用 而像开源vevmq的话 它本身又是对于网络抖动和一些网络丢包的话非常敏感 并且它的那套架构的话 其实在稳定性方面的话都面临的诸多的一些挑战 就像我前面背景里面所提到的那样子 可能会引起就是脑 因为网络网络方面的一些问题会引起脑裂 为它的一个可用性和一个稳定性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数据可高性方面的话 我们是天然支持就是三副本不会影响tps 然后而像开源开源的revmq一般是通过就是镜像对裂 对吧 通过就是它的多副本主要是通过镜像对裂来做它的一个高可用 但是它的镜像对裂越多的话 会导致它的一个tps的峰值的一个直线的一个下降 然后在巡检方面的话 移动于revmq也是有较为丰富的一个巡检的一个系统 而开源revmq的话本身需要就是开发者或者说企业用户自己去来做这个巡检系统 然后在性能方面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移动于revmq本身是采用分布式集群架架部署 然后能够很横向扩容和收容集群的一个规模 然后tps上限并没有一个就是天花板和一个瓶颈 包括单Q的一个tps也是是一样的 而像开源revmq这块的话 它本身是受机器性能的一个限制吧 那你要扩容的话 除非就去扩容机器的一个硬件 否则的话 它的就是它能够支持的一个业务峰值会有一个上限 包括单对列其实也是跟刚刚说的是一样 然后而连接数方面的话 移动于revmq它本身也是可以就是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 而增加不会受到连接数的一个影响 而在开源revmq本身的话 也是受到机器本身性能的一个限制 就是连接数的话和它tcp协计站里面的一个tcp连接数 也是会相绑绑定比较大 然后也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再不通过机器升级和规格扩容的情况下 它本身也是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扩容吧 你如果是要要去用开源revmq去提高性能的话 那一种最简约的方式可能就是去堆积器去扩那个就是性能吧 对吧 然后在定时延期消息的话 我们是可以进到净秒值的一个精确度 然后也是可以高性能 然后像开源revmq的话会使用起来会比较复杂 呃这里面的话因为本身也是呃 没有呃有有那句话叫做呃无图无真相吧 我这里的话也是通过一些性能压制的一些对比嘛 然后来对比开源的那个就是revmq和我们本身移动云的那个就是revmq消息的一组对比同样是采用的三台三台高规格的虚击 然后cpu是32核内存是122 呃128G然后同样也是采用那个sata盘作为一个就是磁盘 然后呃他的一个前置的一个测试条件的是消息体为ekp 然后exchange数为一对列也为一 然后并且去开启持久化的从这张从右边的这张曲线图里面其实可以看出呃在持久化的消息的一个场景下面就是移动云revmq和呃开源revmq的对比度比较明显 基本上约是性能是他的一个呃七到八倍左右的一个数量值吧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主要看一下我们移动云revmq在对接开源revmq中的一些时间性的一些问题 这里也是简单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吧 呃首先就是我们做这样子一个事情的原因肯定是想呃或者说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初衷肯定是想要我们那个移动云revmq可以去无缝去对接呃开源revmq的对接 对吧那么呃我们自研revmq产品的话其实是指持了amqp0-9-1以及是以上的一个版本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向下的一个兼容 而我们在时间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是发现了第一版本的open stack实际上是会使用呃amqp0-9版本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样子其实就需要我们自研的revmq去需要去做兼容性和一个呃适配性的这样子一个改造码 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点一个是编辑码的一个异常处理 自研我们自研revmq服务端其实是设置了一个maxframe就是呃啊amqp最大真的一个就是限制 这样子就会导致消息转发被截断因此我们自研的呃revmq在最大的一个真的设置上是直接是就是通过设置零 然后来解决规避这个问题第二点的话就是在消息持久化上我们自研的revmq采用同步刷款方式做一个持久化做一个持久化 这样子的话呃好处就是在于如果是我的就是进程进程q或者是进程因为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去呃重启之后 然后我我的消息之后并不是保存在内存中不会丢 但是这样子就会对此盘的一个io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是一般是会建议建议用户或者是建议就是其他团队一些同事是采用ssd作为一个盘 然后来对对我们的一个读写io的一个性能是是做一个保障第三块的话就是对接实际的一个ip 与开源的revmq不同我们自研的revmq向外提供的是一个vip嘛 那么为了兼容兼容原有的一个开源的revmq和openstack的一个对接方式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会舍弃这个vip而改对接为一个实际的一个ip 好那么最后一部分的话我就简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后续就是自研的那个就是revmq的一个后续的规划和一个展望 首先的话我们是会从就是现有业务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改进 因为当前的一个版本中是会发现其实各个组件之间的一个调用 调用的呃调用其实会采用一些轮循这样子的话其实呃 其实整呃会使得整体的一个呃就是呃 revmq的一个消息收发的一些整体的一个流程会会效率相对较低 后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主动消息的一个通知 然后来进行一个状态的一个确认第二块的话就是是呃 我们后续也是会根据openstack那边的一些就是需求会支持跨集群消息路由 然后用于分域管理不同就是不同域里面消息的一个就是传递尽量减少就是 从openstack的角度来说是尽量减少openstack层面的一个接口的一个调用 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是自研的revmq呃本身的呃 呃会对他的一个性能去进行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优化 尤其是在支持就是大提及的消息像刚刚我说的我们其实压测一般性会通过几百币 甚至是1k甚至是甚至是10k的消息然后来进行一个压测 而我们后续的话是会针对像一兆甚至像几兆的这样子一个大体质的一个消息 然后来进行一个呃压测并会去在就是编解码即是那个就是呃通信层 会去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就是代码优化和一个改进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一些集息 包括是一些就是包括是一些阳级C吧然后呃是会从呃并且会去开启一些对外秘存呃 甚至会去采用一些零考费的一些方式然后尽量去去从这个代码层面去进行一些优化 然后来提高我们对于一些大体质消息这样子的一些场景上面的下面的一些性能 然后第四块的话就是是为后续去做一些呃更多的一些云原生化的一些实践 另外包括像就是借助KVS这样子一个就是呃容器编排的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呃容器编排的呃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在弹性扩收容方面可以做到更加的就是业务无损耗和满足业呃 Oban stack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连呃一个连续性 好呃以上便是我本次的一个分享内容感谢各位聆听 如果后续有一些就是后续有关于移动于RevMQ甚至是开任RevMQ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一些同学也欢迎线下再与我进行更多的一个交流研讨与分与分享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